再来看到这个画面发生在高雄一间知名的吃到饱餐厅 3号中午用餐时间竟然有老鼠在座位区流窜 用餐民众见状大家都惊声尖叫 这时出现了一名英勇的男子 他是徒手抓老鼠 这一幕让旁边民众拍手叫好 而虽然事后业者出面道歉并且给予补偿 但用餐民众已经对餐厅的卫生产生了疑虑 餐厅里用餐民众放声尖叫 有的跳到椅子上 有的瞎得赶紧逃跑 大家手忙脚乱 原来是突然出现一只老鼠 这是一名英勇的男子 在服务生的帮助下徒手抓起老鼠 一旁的民众见状大家都拍手叫好 我觉得钱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问题是大家去那边用餐 然后当下那整个星期 在一个那么多人的场合 而且大家是在那边吃饭 老鼠这样跑来跑去 我想我们的食品安全 可能真的出了一点问题 事情就发生在高雄知名高档的吃到饱餐厅 3号中午的时候 原本这家人开开心心的来庆祝父亲节 但没想到吃饭吃到一半时 竟然在座位区发现有老鼠流窜 惊慌之余也赶紧拿起手机排下来 PO上网 并且要大家评评礼 这是一刻要价950元应有的卫生条件吗 网友看到后也纷纷在底下留言 这根本是饭后特别节目吧 今年的父亲节聚餐也太难忘 我们也借此机会再更加强 我们内部所有的一些卫生条件的管理 以及对外的这一些防护措施 会再继续做加强 那我们命业者要限期改善 那如果我们借其复查以后 如果不合格的话 可以处6万到2亿元 业者事后紧急出面道歉 并表示餐厅打烊后都会放置补暑器做预防 只是这次不小心从侧门进入 才会引起恐慌 面对餐厅有老鼠仪式 卫生局也派员到场饥查 更要求业者限期改善 不然将性行开罚 接着另外一位徐富杰高雄报导